那现在要看这间屋 就是全清潭洞最贵的一间屋 值90亿片蜡营 别墅型豪宅 高级的屋 其实他们厨房很少会看到有七口烟机 屋大就有这个迷路的机会上的警告 好像酒店 那为什么这个Purinland 会在全清潭里面最贵的单位呢 清潭洞是聚集了最多高级别墅的地方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不动产 现在我在韩国首尔的富人区 清潭洞 这边的位置大概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鸭欧亭罗德鸟站的附近 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上次去studio拍照的话 其实就是那个studio的那边 那这边是超多富人 其实我现在身旁所有的屋都是豪宅来的 所以当时现在在我身后经过这辆车 其实里面可能是一个富家子弟 那现在要看这间屋 就是全清潭洞最贵的一间屋 它是值90亿篇例 必须型豪宅 它不是独栋 我们会是看最顶楼的Pent House 重庭车场就不一样 Masara D 这一个Tesla 放在这里 哇 喜欢来到有钱人屋 而且还是全清潭洞最贵的屋 超级榮幸 差不多这间屋 好了 我们进去了 因为我们的接触员还有特别跟我们说 这间屋里面的东西很贵 我们要小心不要打烂 放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 是不会碰的 我是远距来欣赏 果然是空间够大才可以有位置放这些艺术品 而这里没有电视的 对啊 这个厅没有电视 如果要看电视的话要放这个位置 而这里的设计和摆设是否都是房东的 对啊 房东是想做到一个示范单位的感觉 很简洁 现在这里买卖价就90亿 全租就是75亿 月租就是3000万 明天已经有人要来签约了 我不敢碰这里的东西 哇 它放了很多个超巨型的植物 我们那边出去 我们去那个正门Teles 这里才是入口 咦 真还是假的 啊 假的假的 如果不喜欢它的话 你就搬走它 你去这里可以做个cafe 像是homecafe 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没得出去 如果我住这里的话 我觉得我不用出街了 好大啊 这个Teles 在奔跑 外面的环境其实都算宁静 因为不是大马路 旁边的桌子都是约上级的铃具 咦 我觉得这里的设计有些伏估的感觉 我猜这里的电费应该很贵 电费也不少 不过那些灯全部都是这样 换个红色的 咦 柜桶是这样 按出来的 哇 这个冰箱很大啊 这家屋的设计就是 它不喜欢有手柄的东西 所以全部都是要 按下去 我喜欢这个厨房很大啊 它们的灯全部都是可以这样调校光阴的 Channy House 在对面 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容实力 原来它就在对面 厨房就用着一个高级的厨柜品牌 高级和贵的原因 其实普通这些厨柜你会看到一条分界线 大呢 它们这里就在圆块运过来去组装 还有它上面有个保护层 所以都不怕食物会验识 都挺容易打理的 高级的屋呢 其实它们厨房很少会看到有七六烟机 是会这样按出来 慢慢升出来 我自己觉得有好又不好 不好的就是 你每次都要按 而且它升得很慢 因为我是懒人的关系 通常我按了一次之后 它永远就会冻在这里 它不会再下回去 但是好处就是 你把所有东西收回的时候 你整个环境都会变得很干净 就是一层不严 这个我在纳康珍珊打开住的房子 它也是用这个设计 然后它那时候在煎心急事还是不知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很麻烦 它是有个位置 好像puzzle那样 打出来的 刚才外面有一个冰箱 里面厨房也有一个冰箱 韩国人一定不需要的 果然是真的需要一个附着的厨房 但是他们的附着厨房 都是用电磁楼 其实这里也很足够 我以前住的房子 一层房 其实它的升房是这么小 然后它只有一个楼 这个厨房已经比我一间一层 挺惨的 这里就是洗衣机 上面可以 冻着的 可以在这里 很方便啊 我们又可以在这里玩捉衣衣 我们这样就转了一个圈 我们就回到这个门 咦?这个是什么来的? 哈利波特的睡房啊 我缺席的厨房 你好 齐哲 我不够高啊 我竟然可以进去 我现在站直了一个人 现在我想说 他们的厨房超级美 你会觉得好像去了一个商场的厨房 这块镜子是理型的 我想住在这里 它本身这里呢 可以做睡房的 因为这里有厨房 这个是粉红色的 这间屋的主人 都花了多少心思 在设计上 比如这些墙都用了 不同的质料 不同的颜色 但是整个环境 其实是很吻合的 我们可以 偷学化妆 有些人都会觉得 你们有点近的 我看到对面 对面其实都会看到我们的嘛 我应该就会放一些植物 封住他们的视线 我很喜欢中古的东西 我常来看中古的地方看 这张椅子可能是 几百万元都有机会 或者可能更贵 然后一落这里 还有一个神秘的房 这里就有电视 刚才问我 为什么我看没电视呢 原来就放在这里 又不同蓝色的 这个设计是蓝色 刚才是粉红色 有什么没关系 可以完全塞进去 我们要上楼上啦 这里有点像是一个IG打卡位 或者是韩国拍照的studio 很流行是 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有梳化有镜子 我觉得根本就是要拍照的这个位置 哦 很漂亮啊 这里 其实这家屋已经是 有人签约要搬进来 但是这里所有的家具 都是撤住他们 哇 它留下的 如果你喜欢它 可以继续 不喜欢的话 可以叫它撤走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 我会 我会要 好漂亮啊 这个 是不是刚才的TELUS 不是 你刚刚不是跑的那时候 不是 转了层 你也乱了 屋大 就有这个迷路的机会上的超高 有钱人的屋子 照明的设计 全部都不会有那个很噁心的光管在头上 通常他们都要用这些 点点点的辅助灯 但他们就会用很多 所以我平时都不会开家的灯 但是我也是特意买很多的灯 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设计其实呢 都是有好有不好 因为都是好像刚才的七楼演机 那样 我的性格的话 一开了我就不会再盖上了 好的就是因为你一盖上的时候 你所有东西都可以遮住 有一个干净的感觉 整间屋的櫃门都应该是被子 衣服 这边是一样的 啡啡的 酱 隐隐约有那种復古的感觉 这里太大了 今天做什么衣服呢 好吗 你觉得好吗 还是这条裙 绿色这条裙 粉红色这条裙 你觉得呢 灰色的emnasol 还是黑色的emnasol 你觉得可以吗 这个 好似酒店啊 这个 好像酒店啊 这个 它又弹起来了 你三个都是没有三个 你全都看完了 你觉得有点被看透的感觉 其实你一定要关门 看了我现在很生气 而且这个浴缸的质底 是雅面的 嗯 敲下去这么像胶 但感觉上很容易清洁 不知道清洁费多少钱呢 因为韩国如果聘用清洁 辣主妈呢 三四个小时是五万瓦的 如果要打扫这家屋的话 假设他们也是找这些终点的话 可能要一天 或者他们可能会有住家的保姆 也不一定 二楼比上一楼小 刚才二楼有20平 我们现在要出去Tenus 哇 夜景好漂亮 又没去到这么夸张 刚才夸张了 铺了一些假草地 狗仔可以跑来跑去 或者夏天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泳池 喜欢同朋友BBQ的话 因为在屋里面烧食 我自己就觉得很大股味 那你在这里的话 就完全没问题了 虽然旁边也有不少楼 感觉上高度差不多 但也不会完全遮住视线 我觉得也算挺舒服的 那不怪刚才那两层楼台没有用到 因为反正有这么大的天台 根本不需要用到那两个楼台 那这个三楼呢 还有一间房 它这里就不是皮 我觉得可能因为怕小朋友会弄髒 然后它这个也不是那个slide 它似乎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很漂亮 但是这里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这里原来收得不好 我是KT 我是收得不错的 但我旁边的它是用LG 它是完全没收 我刚刚看的这个Purine 就是一栋一百户的高端豪华别墅 刚刚看的501 就是这栋别墅里面最大的单位 建筑面积是561平方米 实用面积是293平方米 管理费大概是120万元 大概8300港币 车位每个单位是有4个 那为什么这个Purine 会是全清潭里面最贵的单位呢 那首先我们讲一下清潭洞 其实清潭洞是聚集了最多高级别墅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清潭洞什么都有 但是同时它的流动人口也很少 相对上是比较宁静 所以很多上流人士、艺人 比较注重私生活的人 都会优先选择喜欢住在清潭洞 清潭洞是江南区 其实也算是一个中间的位置 而我们刚刚看这个别墅 其实它的地理位置是更加好 因为它是非常贴近汉江 非常适合散步 靠汉江的楼 其实它们的价钱也是越贵的 那当然要看它们是看不看得到汉江 另外它是很靠近 就是在鸭高中路的这个站 徒步走过去都是十分钟 那地理站其实最满了很多美容室 很多名店 那边有个名店街的 你走出去的名店街都是三分钟 所以交通上是很方便 而且因为它靠近奥林花的高中公路 很容易去到永东大桥、盛水大桥、清潭大桥 去首尔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方便 那另外呢 距离清潭小学、清潭中学和清潭高中 都是需要走不用五分钟的路程 那旁边也有很多不同的shopping mall 也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那所以生活便利方面呢 是真的超级好 我说回它这一栋建筑物的设计 那它们是用了这个 響越全球的建筑设计集团SMDP 室内设计集团HiLife 和豪华别墅建筑设计公司DID的共同合作 那它们的合作是展示了 从未在其他的综合体里面见到的一个高品质的房屋 而我刚刚说的SMDP呢 它们还是负责韩国的著名地标的设计的 那所以有评估就说 Puruna是集中了独立式住宅和高级别墅的优点 所以它就成为最富有的0.1%的人居住首船 而且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设计 所以也有人说 它即将会成为下一代豪华别墅设计的指标 富人区呢 真的是富人区 因为呢 其实另外也有个研究指出 就是说 如果想在江南置产的 其实以韩国平均的薪金来计算 大概需要35年才有钱去买到 那我自己都挺喜欢清淡不动的 因为我也觉得很清淨 而且感觉比较特色一点 如果住在那边其实都挺宁静挺舒服的 因为其实经常坐车经过的时候 觉得也有点像香港的高级住宅 但是清淡洞呢 那些路比较窄 而且观察不是特别好 而且因为在韩国建筑物的时候 都有规定高度不可以超过某个标准 所以如果你是想追求风景的话 其实清淡洞那边 我就觉得一般的 而且刚才的房子 其实也有比我想象中小 因为其实它是 二楼和三楼 其实比我想象中都不是太大 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试试住这家屋 我自己说呢 我个人比较偏好这一种独立屋 多过上次我带大家看的 Signal Residence 我上次的那种屋 是太大太冷冰冰 我就觉得 今次这家独立屋 是比较有人静美一点的 可能因为设计上面的关系 但anyway 有机会 我很想住这家屋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韩国不动产的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下期再见 Bye